在收看今天台式晚节新闻 我是林如 原本台湾已经连续9天 本土个案零确诊 但是在今天却破功了 指挥中心在今天表示 新增的一例本土个案 是台北市民 它是在10月19号 出现了症态 呼吸传等症状 11月2号发烧副医院裁剪 11月4号确诊 它的CT值34偏高 研判应该是旧案 之所以会出现发烧等症状 应该是其他疾病所引起 推估它应该是在 今年的5到7月份 双北疫情高峰的时候 遭到感染 连续9天零确诊之后 11月4号新增一例本土个案 中断了加零记录 这例本土个案16539 是30多岁男性居住在台北市 10月19号开始出现全身倦怠 呼吸传 食欲不振等症状 到了11月2号 症状持续并且开始发烧 就于裁剪后确诊CT值34 而它住院后裁剪 核酸检验阴性 血清抗体阳性 指揮中心研判 因属就案 推估应该也是在 5月6月7月这段 双北本土疫情高峰的时候 有可能就遭受感染 那它在8月底的时候 曾经接种过一剂的 AZ的疫苗 可能就是身体残存的 一些病毒的核酸 所以我们还是测得出来 实际上它并没有感染性 虽说加零记录破功 但专家表示 连续9天零确诊 代表社区内潜藏隐性传播链的几率很低 加上9月下旬以后爆出的本土确诊 大多是旧案 代表社区疫情相对安全 近乎清零 假如说感染以后发病 绝大部分都是在14天内 那其中至少有七八成是在一个礼拜以内 所以我们有9天都是阴性的话 表示说我们现在社区应该算是一个清零的状态 国内疫情回稳代表防疫措施奏效 但年底将迎来边境松绑 以及春节反台潮 为社区疫情控管增添变数 这中不倒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